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应该是在96年吧 我一个美国的一个客人 他拿了一双婴儿鞋来 当时看了他这个鞋子的时候呢 确实是很漂亮 很有灵感 但问题是他拿的这个鞋子呢 他找工厂生产呢 根本就找不到 因为鞋子上面的颜色太多 因为卡通的图案啊 或者是纯手工的这些东西 图案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做的生产上面有困难 所以他找到我 做出来他也很高兴 这样一来呢 我跟他合作了占近有七年 我的公司名称呢 是杭州警员工艺礼品厂 我们厂里面主要做的一些产品呢 是以婴儿的室内鞋为主 在整个行业当中来讲 我们的产品是比较高端的 也就是相当一种奢侈品嘛 基本上都是纯手工的 中国古代的一个神话 叫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这个东西我是比较喜欢的 从颜色也好 从图案也好 都是比较不错的 它在这个缝线当中 如果稍微有一点疑味的话 它的表情就不一样 在整个婴儿鞋的皮制品市场当中 应该说全世界只有我一家在做洋品 每一个原材料的颜色 我基本上已经到了80多个颜色 你突然一个新的工厂 要准备80多个颜色的原材料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我基本上我走的是攀通色卡 是国际的标准色卡 对客人来说 我只要把色号告诉他 客人就已经很明确了 知道这个是什么颜色了 我出来的都是原稿 而且我有涉及图稿 有涉及整个的 系统的一些资料在里面 而且我这些涉及资料 我几年下来我都藏起来了 我进入阿里巴巴的B2B平台 应该是02年吧 我的客户都是100%的 是国外的 像美国、加拿大 包括欧洲的这些国家 然后澳大利亚的 他都是从阿里巴巴找到我的 我发现小孩子在跟着我走 就是我出来一个新产品 他就回来买 然后他一直买 但是他再大起来 所以说我的鞋子 慢慢慢慢做成什么 原来是两岁的 现在慢慢做到五岁六岁了 而且加州的博物馆也在收藏我 每一个原材料的颜色 我基本上已经到了八十多个颜色 你突然一个新的工厂 要准备八十多个颜色的原材料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我基本上我走的是攀通色卡 是国际的标准色卡 对客人来说 我只要把色号告诉他 客人就已经很明确了 知道这个是什么颜色了 我出来的都是原稿 而且我有设计图稿 有设计整个的 系统的一些资料在里面 而且我这些设计资料呢 我几年下来我都藏起来了 我进入阿里巴巴的B2B平台 应该是02年吧 我的客户都是100%的是国外的 像美国、加拿大 包括欧洲的这些国家 然后澳大利亚的 他都是从阿里巴巴找到我的 我发现小孩子在跟着我走 就是我出来一个新产品 他就会来买 也就是相当于一种奢侈品 基本上都是纯手工的 中国古代的一个神话 叫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这个东西我是比较喜欢的 从颜色也好 从图案也好 都是比较不错的 他在这个缝线当中 如果稍微有一点疑味的话 他的表情就不一样 在整个婴儿鞋的皮制品市场当中 应该说全世界只有我一家 在做羊皮 因为卡通的图案 或是纯手工的这些东西 图案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做的生产上面有困难 所以他找到我 做出来他也很高兴 这样一来呢 那我跟他合作了占近有七年 我的公司名称呢 是杭州警员工艺礼品厂 我们厂里面主要做的一些产品呢 是以婴儿的室内鞋为主 在整个行业当中来讲 我们的产品是比较高端的 我应该是在96年吧 我一个美国的一个客人 他拿了一双婴儿鞋来 当时看了他这个鞋子的时候呢 确实是很漂亮 很有灵感 但问题是他拿的这个鞋子呢 他找工厂生产呢 根本就找不到 因为鞋子上面的颜色太小